强政过后除了民众忙着整理家园 花莲市的清洁队也展开了大宗废弃物 以及砖瓦石块清运服务 为了慰绕这些辛苦的清洁队员 无瑞证券投资信托公司 在日前专程准备了150份的养生饮品 要犒赏队员们的辛劳 4月份多起地震重重花莲 不仅造成房屋大楼倾斜受损 许多民众家中也出现家具或物品毁损的状况 花莲市清洁队随即展开清运服务 协助民众尽速恢复家园 为了慰绕这些辛苦的清洁队员 博瑞证券投资信托公司 在日前特别委托回来良品 专程准备了150份养生饮品 要犒赏队员们的辛劳 0403的地震 我相信很多的单位都非常的辛苦 那尤其我们清洁队是在后勤的方面 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 对那其实因为我朋友他们在台北证券公司 就委托我 然后在这个花莲地区所有的 正在的这些相关的单位 那由我来统筹规划 然后那个捐赠一些健康衣品给 我们清洁队这边 感谢我们国瑞证券行 在这一次的物品的部分 那物质的部分给我们清洁队加油打气 最后也要谢谢 再次的跟我们所有市民朋友 谢谢很多的物质都送到清洁队 所以让我们的清洁队员可以补充体力 让我们所有清洁队的同仁可以好好的 让帮大家整理我们的一个家园 清洁队长吴庆展表示 正在过后清洁队工作量翻倍 不仅支援回收及垃圾量大幅增加 也积极协助民众清运损坏的大宗废弃物和装瓦石块 同时因应台积电花莲正在办公室的进驻 同仁们也都各施其职精心尽力完成任务 相信这些威绕品可以为大家带来满满能量 持续为花莲市投注心力 记者徐立琴 华莲市报道